上门顾客凌凌欣欣 监测体温实名制防疫做到位 毕竟馆内出现了确诊案例 面对疫情 成品信义不敢马虎 成品信义店一名专柜人员确诊 5号全管B店大消毒 6号又重新恢复营业 短短一天恢复营业 但有内部员工提出控诉 公司要求其他专柜人员 在一天之内自行快筛 且要持有阴性证明才能上班 通知来得临时 员工根本反应不及 况且家用快筛试剂也不好买到 令他们感到相当困扰 要求自费筛减 否则禁止上班 为了防疫求好心切 但雇主行为恐怕已违反牢击法 应该要依照卫生单位的要求 不能片面扩解整个工作场所 没有霸取的阴心证明 就不能提供牢务 如果事后又因为这样子的来扣薪 或没有去依照预约寄付工资的话 可能会违反牢务法12条的规定 匡列裁减以中央标准为主 除非雇主愿意支付筛减费用 且在等待结果期间正常挤薪 没有完善配套 只是贸然要求停工 将被视为妨碍劳工权益 除以2到100万元罚还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